南武地區淹大水 而在這個地方呢 有住著一個很知名的這個韓粉 叫做仁武阿虹 他過去常常呢 是稱讚這個韓市府 清淤清水溝有成 但是這一次下大雨 仁武淹水了 他怎麼看呢 來聽一下他的訪問 我退掉這個才是重要的 這任務阿虹說 不要用淹水這兩個字 因為市府人員清水溝很辛苦 不應該抹擦他們的努力 他認為所謂的淹水 應該是等雨停了水多久才退 這個才比較重要 至於有些網友 還特地到他這個臉書粉絲頁 叫他出來玩水 說是高雄水上樂園開了 他認為呢 如果在下大雨的時候 叫他出去玩水 這個叫做淋雨 不叫做玩水 他自己也說了 昨天晚上都沒睡 開車在外面到處看看 哪裡有積鹽水的情況 不過呢 凌晨四五點 他看到沒有什麼嚴重災情 就回家睡覺了 至於呢 今天呢 如果說雨停了 還有地方水沒退掉的話 那才真的是清淤工作沒做好